我们都看过星球崛起,对吧? 那么,现实生活被可怕的猴子接管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次大规模入侵,请跟紧我。 另外,我会给你看一大堆你一生中可能从未见过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东西, 比如在冰冻的湖下游泳的家伙, 这些看起来在很奇怪的装置里面的婴儿, 或者这些有很多隐藏秘密的令人心动的硬币, 听起来不错吧?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你害怕蛇吗? 它们的长满鳞片的身体,黄色且狭长的眼睛, 和弹动着的分叉的舌头,会让你感到紧张吗? 如果这个家伙溜到你的路上,你会朝反方向逃走吗? 这条奇怪的蛇是阿拉伯沙马, 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八岁的孩子凭记忆画出的一条活生生的蛇。 这个物中可以在阿拉伯半岛和伊朗找到, 它们每天都埋在沙子里面, 考虑到当地白天的温度可以达到50摄氏度, 这看起来比较合理。 当它们从沙子里出来的时候, 大多是在晚上, 它们会以壁壶等小型爬行动物为食。 显然, 它的头顶上长着一双小眼睛的原因在于, 当它还藏在地下时, 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地面上所发生的事情。 蛇的眼睛上也有透明的鳞片, 被称为眼罩。 当它们遮阴时, 眼罩就会关起来,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小鬼的眼睛里面会进沙子。 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是天生的天才音乐家。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但是, 我甚至没有学会三脚铁。 有些人通过掌握你从未听说过的乐器, 将他们的音乐才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比如这个人, 没错, 你可以正大光明地玩石头了。 开个玩笑, 这实际上是一种被称为石琴的古老乐器, 有专门研究史前音乐的考古学家和教授 让·卢普·林格特博士在此演示。 没错, 你现在看到的正是一场真正的古老狂欢。 这种乐器的工作眼里有点像木琴, 不过, 它是由各种各样的石头组成的, 当它们被其他石头倾触时, 就会发出类似编钟的声音。 事实上, 越南传统地区至今仍在使用石琴。 看看这位越南中部高地的拉格莱妇女, 她正在炫耀自己的丹达, 这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石琴。 相当的纯净, 对吧? 海洋是多种多样, 五彩缤纷的生物的家园, 但通常你不可能密切关注到其黑暗深处所存在的一切。 你以前见过这些神秘生物吗? 这些超现实的小动物被可爱地称为海洋天使, 它们看起来更像宠物小精灵, 不像是活生生地会呼吸的动物。 海洋天使或一族类动物, 实际上是一群迷人的海螺。 它们一生都在海洋中游泳或漂流, 从未出到海底, 从极地到热带海洋遍布世界各地。 它们的绰号来自于被称为一族的翅膀状附属物, 这些附属物在它们凝胶状透明的身体两侧摆动。 不过你别被骗了, 海洋天使是非常微小的生物, 其中最大的品种, 罗海蝴蝶,也只有五厘米长。 虽然它们看起来不具有威胁性, 但是,它们实际上是肉食动物。 对同样美丽的海蝴蝶来说, 这是一场灾难。 它们用粘稠的粘液网, 把海蝴蝶套住后, 然后当零食吃掉。 你知道这些神秘的生物生活在海洋中吗? 一旦你意识到口袋妖怪并非遥不可及, 你就应该点击喜欢和订阅按钮, 给这个小铃铛图标一些爱, 你就不会错过更多 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了。 我有没有说过海天使也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好了好了, 我们回到正题, 好吗? 实际上有很多著名的主题公园和景点, 但是, 如果你去过几次迪士尼乐园, 然后你就会觉得确实有点无聊。 如果你想找点不一样的东西来充实你的一天, 为什么不去岛上的机器, 有名《蒸汽朋克仙境》这个地方呢? 这个创意大都市位于法国南特, 是一个艺术装置和游乐园的结合体, 它将科幻作家如勒·凡尔纳的奇异世界带到了现实中。 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岛屿于2007年开放, 提供嘉年华风格的游乐设施 和你以前从未见过的小型游乐设施。 游客们可以爬到巨大的蜘蛛和蠕虫的上面, 以及爬到重达几吨的其他蒸汽朋克生物上。 但是,到目前为止, 最大的亮点是48吨重的机械大象, 它载着50名乘客, 迈着沉重的步子穿过公园, 俯制着下面弱小的人类。 海浪下的生命当然比我们想象的要神秘得多, 而沙浅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知道吗? 就是那些扁平的, 像硬币一样的贝壳, 侧面印着一个惊人的星形图案, 当它们被冲到岸上时, 人们喜欢把它们收集起来, 我敢打赌, 你以前从没见过活的。 沙浅也被称为海饼干或鸟鱼饼干, 实际上是一种扁平的雪菊海胆, 属于顿性木。 当它们活着的时候, 它们实际上是紫褐色的, 毛茸茸的刺上覆盖着一层叫做鲜毛的柔韧的小钢毛。 它们用这些钢毛来移动食物, 并运送到它们中间的嘴里。 在死后, 在太阳的照射下, 它们的骨骼会变白, 小刺也会逐渐消失。 它们背上的星星由碳酸钙板组成, 排练成五重模式, 在它们死后会变得更加的显眼。 所以, 下次你在沙滩上收集杀钱时, 记住, 你实际上只是在收集尸体。 说到钱, 你会想拿起你的钱包, 来看看这下一个令人费解的信息。 明白了吗? 好了, 现在抽出一张标准的一美元钞票, 寻找隐藏的蜘蛛。 还没看到吗? 把美钞侧过来。 特别注意钞票左上角的大字, 1。 你会看到一只小蜘蛛 从白色边框后面探出了头来。 关于这个隐藏的附加功能存在的原因有很多的猜测。 一些人说因为网状线的设计不同, 这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而另一些人则声称这是故意放置的防伪措施。 有些人还声称看到的是猫头鹰或骷髅, 而不是蜘蛛。 不管它是什么, 我敢打赌你以前从未见过它。 你看到了什么? 蜘蛛? 猫头鹰? 骷髅和交叉骨? 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 我会给一些人进行回复。 如果你有任何精彩的网络趣闻与世界分享, 何不写信告诉我呢? 只要把你在网上找到的任何视频或图片 发送到clips.beamazed.com 如果它被报道, 你就会在下一集里赢得我们一个大大的赞。 我们大多数人只能梦想着发掘出一块珍贵的石头, 但有一些年轻人毕生致力于寻找宝石, 有时回报是巨大的。 我是说从字面上来看, 托马斯·纳金是矿物探险家节目的主持人。 你看到的是2014年在阿肯色州科尔曼石鹰矿 开采的一块巨大的石鹰。 除了阿肯色州, 能找到如此优质石鹰的地方只有巴西。 石鹰有许多不同的品种, 其中一些被认为是次贵重的宝石。 自古以来, 石鹰一直是制作珠宝和硬石雕刻最常用的矿物之一, 它们可能不是最贵的宝石。 但是像这些人挖出来的这么大的石块, 在拍卖会上出售时, 肯定也能赚到一大笔钱。 蜂巢是人类已知的最甜的食物之一, 但在它被搅碎, 搅拌成蜂蜜, 或用于冰激凌之前, 你能看到一个完整的蜂巢吗? 好吧, 给你一个好办法。 你有没有体会过如此奇怪的满足感呢? 所有这些甜甜的蜂蜜渗出来, 可能会让你的手变得非常黏, 尤其是如果你向这位女士空手去做的话。 不过, 在你进行挤压之前, 你也许应该知道, 这完全破坏了蜂窝。 为了正确地提取蜂蜜, 通常是要用提取器将蜂蜜旋转后再过滤, 然后让它沉淀下来, 最后再装瓶。 这绝对需要比徒手捏碎蜂巢需要更多的耐心。 但是, 也要为那些一开始就欧心沥血制作蜂蜜的可怜的蜂群着想。 除非你已经为人父母了, 或者即使你已经为人父母了, 否则你很可能以前没有见过这个。 在你对这些孩子所受的痛苦感到愤怒之前, 我应该告诉你, 这些孩子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任何危险, 他们只是在接受X光检查。 这个看起来很不舒服的装置, 被称为O型小猪笼。 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的, 原来防止儿童在X射线照射时受到辐射。 照片中所有的孩子看起来都很不舒服, 部分原因是他们的下半部分身体自由地悬在机器的外面, 而他们的手臂则被举在上面。 使用O型小猪笼婴儿不会扭来扭去, 意味着技术人员可以在第一次就抓拍到照片。 现在, 这样的装置并不常见, 这似乎是一件好事。 还有人觉得这很像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里奥古斯都格鲁普 被困在巧克力馆里的那一个场景吗? 当农民的压力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 尤其是当一大堆意想不到的情况可能会在瞬间终结你的生计时。 2013年7月, 当科罗拉多州西区一块80英亩的田地在炎热的夏季发生火灾时, 当地农民埃里克·霍华德知道, 他必须在火焰吞噬即将成熟的宝贵作物之前快速思考。 霍华德跳上他的拖拉机沿着火的边缘, 在火焰和脆热的农作物之间建立了一个边界。 作为保护屏障, 通过防止火势进一步进行蔓延, 霍华德成功地保护了一半以上的田地不至于在眨眼间被摧毁。 在离火焰如此之惊的情况下, 连霍华德的拖拉机上的油漆都开始起泡, 因此很难想象他在方向盘后面所面临着怎样的高温。 他们说的是真的, 不是所有的英雄都穿斗篷, 他们穿着的只是牛仔裤和靴子, 对吗? 我们都梦想着能够与动物交流, 但是我们与动物有一种共同的语言, 那就是爱的语言。 大多数人都有喜欢的搭讪方式, 或者在拥挤的酒吧里吸引别人注意的聚会技巧。 阿根廷PT却不是这样的, 他们是这么做的。 这段视频是由迈克尔韦伯斯特和保拉韦伯斯特为电影《荒野探戈》拍摄的, 展示了一个精心制作的求爱仪式。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景象, 联帽PT是一种极度宾威的鸟类, 在阿根廷西南部圣克鲁斯内陆的几个玄武岩湖泊中繁殖。 因为它生活在地球上最偏远和最荒凉的环境中, 直到1974年, 科学家们才正式发现这种有羽毛的调情鸟。 在繁殖季节, 它们会在干旱的巴塔格尼亚大草原上的湖泊上建立巢穴。 很少有人能幸运地看到它们像这个片段中那样尽情地跳舞。 哇! 你有没有想过, 当发生一些尴尬的事情时, 可以当场消失? 嗯, 你也许可以从这个家伙那里学点小窍门。 这个偷偷摸摸的家伙是红帝网用户莫斯伯格91。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如何在眨眼间消失在灌木丛中的, 答案很简单, 给自己做一套吉利服。 简而言之, 吉利套装是一种伪装服装, 被设计成类似于自然环境的背景, 如树叶、 雪或沙子。 通常情况下, 它是用一种网或布料制成的衣服, 上面覆盖着松散的粗麻布、 布或麻绳, 看起来像树叶或小树枝, 但是也可以用真正的树叶或苔藓来融入其中。 这种类型的衣服主要用于军事人员、 警察、 猎人和自然摄影师, 他们想在敌人或目标面前隐藏自己。 你会惊讶地发现, 要做到恰到好处是多么的困难。 为了证明莫斯伯格的衣服是多么的天衣无缝, 让我们再检查一次。 但这次要倒过来。 世界上有很多稀有的硬币, 但没有一个像雕刻大师罗曼不停创造的硬币那样独特。 这位俄罗斯艺术家通过观看油管教程自学雕刻, 然后将他的激情转变为全职职业。 男孩, 这一切都得到了回报。 凭借丰富的想象力, 稳定的手和大量的耐心, 不停把普通的五分钱变成了令人惊叹的复杂艺术品。 他首选的画布是美国摩根银币, 因为它的大小和厚度, 当他完成工作时, 每一枚硬币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收藏品。 不过, 艺术设计并不是使这些硬币如此特别的唯一原因, 许多还配备了秘密层和隐藏的陷阱, 如弹簧、杠杆和触发门。 这些都是不停用微型机械装置添加的。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获得这些梦幻般的硬币之一, 可以出售它们,可以说它们可以卖到相当高的价格。 我得去看看。 第一次看到特写镜头可以完全改变你对它的看法, 例如,仔细看一下这个, 你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 也许是某种奇怪的变异的蔬菜? 事实上,这是大象的尾巴, 信不信由你, 长在地球上最大的陆地动物尾巴上的并不是细而软的毛发, 而是大而粗的棕毛。 大象的尾巴有很多用途, 它不像狗一样用尾巴来交流。 通过摇动尾巴来表示快乐或兴奋, 当小象在大象群中穿越平原时, 也会紧紧地抓住老象的尾巴以增加安全感。 最重要的是, 这个沉重的尾巴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苍蝇拍, 大象用它来扫除脑人的叮咬的苍蝇, 有时候, 我们人类似乎也可以做一个尾巴, 对吧? 自古以来, 人类就使用砖块来建造道路和人行道。 砖骑道路易于维修和更换, 并且足够坚固, 可以承受水和冰冻而不会形成裂缝。 但是, 砖砖曾经是一项漫长而复杂的任务, 确实是这样的, 直到最近十年左右, 这一过程才被完全改变。 这台机器似乎是由黑魔法驱动的, 被称为道路打印机, 它能像铺地毯一样轻松地修建出一条道路, 砖块被垂直组装插入机器, 然后, 它们慢慢滑下斜坡并停留在地面上。 看着这个机器工作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情, 使用道路打印机可以让铺路者 每天在3至20英尺寸的地方 组装500米的道路, 这就是效率。 你所在的城市发生的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不管它是什么, 我敢打赌, 没有什么疯狂的事情可以比得上 这群愤怒的猴子在街上蜂拥。 这一离奇事件于2020年3月11日 发生在泰国罗布里, 由一名当地的男子拍摄, 他可能和其他不幸目睹这一事件的人一样感到困惑, 后来这一事件被称为猕猴袭击。 显然, 整场磨难是四个敌对帮派之间争夺地盘的结果, 每个帮派都有大约500至600只猴子, 当其中一个帮派比其他帮派多捡到一些垃圾食品时, 住在繁忙狮子路口的另一个帮派, 就嫉妒地发起了攻击。 当猴子在城市里乱窜时, 吓坏了的居民们把自己的门都堵上了, 猴子们留下了一堆垃圾和粪便, 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 这些无所畏惧的灵长类动物也统治着 位于罗布里中心的青麦府三塔寺庙周围的街道, 在墙顶上闲逛, 它们还攻击停放者的汽车, 这一问题目前已经失控, 在疫情引发猕猴那些意想不到的行为之后, 政府开始对它们进行绝育手术。 你试试和一群愤怒的猴子分享你的家事一下。 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噩梦? 被困在冰下, 无法浮出水面? 是不是看起来像这样? 还有谁在看的时候屏住了呼吸? 这位绝对的冒险者, 或者说疯子, 取决于你怎么看? 就是自由潜水员彼得卡鹏。 世界上有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运动员, 但是, 有些人却凭借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体育精神达到了极致。 以防你不知道, 我得给你普及一下, 自由潜水是一种完全依靠在水下屏住呼吸的潜水形式, 不使用水被等任何呼吸装置。 2019年1月23日, 卡鹏更进一步, 在捷克共和国利伯拉克地区, 他在米拉达湖冰冻的冰层下面进行自由潜水。 卡鹏在水面以下并不陌生, 他像幽灵一样在冰面下滑行, 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这件事情你绝对不应该在家里尝试。 它是一只鸟吗? 它是一架飞机吗? 不, 是一只肥鹅。 肥鹅可能不是地球上最令人兴奋的生物, 但是, 如果你看到蜂鸟鹅, 你可能会误认为它是一只优雅的蜂鸟。 毕竟, 线索就在这个名字里面, 这种毛茸茸的昆虫之所以能如此准确地模仿有羽毛的同类, 是因为它有着巨大的体型和一英寸长的长绘, 可以在花朵之间飞来飞去采集花蜜。 与大多数腹部成锥形的飞蛾不同, 蜂鸟鹰鹅看起来也很像鸟, 因为它的尾部是有羽毛的, 这种不寻常的物种可以以高达12英里每小时的惊人速度来飞行, 并且无论天气如何它都能继续飞行, 这是它成为世界上最强壮的蝴蝶和飞蛾的物种之一。 如果我是一只虫子, 我肯定不想和这个家伙正面交锋。 如果你拥有超能力, 你希望会是什么? 大多数人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说飞行, 对吧? 遗憾的是, 人类不太可能会很快进化出翅膀并飞上天空, 但还有另一种可能的方式可以让你和鸟类一起翱翔, 我说的不仅仅是跳上飞机, 来自法国路里昂的60岁的克里斯蒂安·穆勒克, 因为他的非常规职业是与世界上一些候鸟一起飞行, 这为自己赢得了鸟人的称号,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1995年。 当时穆勒克发现较小的白鹅鹅正艰难地从德国迁徙到瑞典, 这位气象学家决定改装一架双座超轻型飞机, 与这些脆弱的物种一起飞行, 引导它们走上更安全的迁徙路线。 如今, 穆勒克已将它的迁徙计划调整为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 游客们可以与它一起乘坐35分钟的飞机, 与它的鸟类伙伴们一起旅行, 这一切都很有趣, 直到交配季节到了, 一只猴鸟误认为你是它们的同类。 以下哪件事情最让你目瞪口呆呢? 如果你认为你的大脑可以承受更多的惊奇的故事, 你应该看看这个系列之前的那一集, 我现在就把它们放在屏幕上, 不要忘记在clipsatbeamazed.com上, 写下更多我应该看到的神奇的东西。 一如既往, 谢谢大家的观看!